我跟她的相遇 原本就是一场意外 您老实地告诉我 你该不会是什么 通缉犯 黑社会 违法乱纪 然后躲在我家 怕别人发现你 我再也不敢 你走了 你听到了没啊 听到了 我本来想 如果她一直留在我身边 其实也挺开心的 直到那天 她出现在生日宴上 来到我的面前 正式介绍一下 凌月 那时候我才发现 我们完全就是 两个世界的人 她不会因为流落街头 而吃不上饭 不用纠结杀虫剂的性价比 也不是专属于 我一个人的小霸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 我们根本不会有交集 她现在出了事 你能凭着这份喜欢 帮助到她吗 你的喜欢 对她来说 就是一种累赘 仙儿说的话 或许是对的 我对于她来说 也许是个负担吧 所以 我想暂时离开这里 也许到了该放手的时候 也许是个负担 我对于她们的小霸 也许是个负担 我对于她们的小霸 也许是个负担 我对于她们的小霸